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兩個人 有人走去看Love Lie 很重要的 我們錄音的期間就是Love Lie concert 那不關我們事 那關有話事 其實他也不一定有很多話說 他也交得有點違言 那今天要說 近年 近半年都少說關於遊戲的事情 我們都比較少 那今天就最主要說回 大為大家 現在打機 不外乎都是三部主機 和手機電話 嘩,你不要說到這些手提機不存在 那在這三部主機的範疇裡面 即是三大廠商 沒錯 那其實我們今天要說回 其實大家都知道 剛剛就出了這個 PV 第三季的財務 PV 我明白 那其實基本上 大為來說 都是 SONY 固然 都是虧的 不是 SONY今年好像不算 完全是 那條數好像比較平 因為其實他在北美那邊 他賣了三個地產業務 即是他總部都賣那些 那那些是他 有少少香港政府 賣資源 是他賣資源 得回來的錢 所以這條數就 拉勻一點 拉勻一點 那 XBOX就 沒有太 還未算去到太大 即是他平平穩穩 即是來來去去去 P1 P2 那兩期都差不多了 其實都是 那 那裁判報告 都 因為XBOX1出播 其實他 是少少了難免的 其實就 那我們 我們補充 那些P幾年度 沒有報表第幾季 第幾季 那些 當然 死得最厲害的 當然是因為沒有其他 比較少 其他額外義務 支持的任天堂 其實是 他就是 轉型為虧 他其實虧了 他其實虧了 他其實虧了幾期 其實他都 如果你算 季度來講 那當然 但是以年度來講 就 第一年虧虧 虧虧很厲害 就是 賺 賺5,000 然後現在變成 虧虧300 那 其實 你說的 其實 真正來講 近 這一個世代 出主機 來講 其實真的 那個 甜桌 真是 叫做先虎後甜 很老實講 那正如 PX3 當年最喜歡 就是 買一部機 回去看 這個問題 其實 大家要看 其實 由 主機 開始出現 在市場的時候 其實 當時 買一部主機 是賺一部主機 但是去到 慢慢就是 到就是 平手 到現在就是 買一部 我要虧一部給你 所以 反過來 如果按照 阿雪玲 廠商 他怎麼賺錢呢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說 在遊戲的業務上 就算 舉例 大家最關心 大爆死的任記 他都會強調 就是 遊戲的業務 即是 賣遊戲的遊戲的 數量如果夠 他才能拘捕 所以其實 主機其實 不是一個主要的收入 反過來 是一個 負債 因為你說到 NuGio 那類型 很舊的機 其實 你聽到價錢 你現在覺得 是嚇倒的 它是賣千多元 即NuGio NuGio 賣一整千元 但是 你現在說 你跟我說 要賣千多元 你說你殺入肯 大哥 那我只是相機 那你就算去到 好像說 任天堂 那個時期 任天堂 可能賣三百多 但是你對比 現在其實 你買一部 你買一部 Xbox 買一部 Xbox 最貴的 就是499 另外VU 還有 你見到其實 那個 官方的成本 和價錢 其實 它是 它是越整越便宜的 這件事它是要 但是在電子產品 那個 水平來講 的消費 是越來低的 是普及化的 這個 歸咎於 首先 為什麼 主機 會 都叫做難做的 其實 首先 第一件事 以往 可以說 是 真是 寡頭壟斷式的 大家是 你一個山頭 我一個山頭 沒有其他人 有這樣的 技術力 去開發一部 新的 主機 去和你抗衡 就算有的 即是可能 我們都 既然是 GameCrip 那類型 大爆死 然後就不見了 世家的新主機 都是在 舊世代的時候 出現一輪之後 不行 撐不住 死了 當然 那時候歸咎的 另一個最主要原因 其實就是 不要緊 GameCrip 都有Viu的四股銷量 那 最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當時 你很多 其實 我不出在你那裏 我沒有機器出的 其實 即是 我沒有地方可以選擇 一個 我要 在你 出一隻Game 在你的平台上 不是 我選擇的平台只有三個 現在是三個 不是 以往都是三個左右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 可以選擇 那 我不出在你那裏 我不用出Game 老實說 我一定要靠 在那幾個 叫做最大的 主機廠商那裏 去靠攏 對它來說 其實 它這部機 賣的價錢 其實 它可以設定有多貴 其實 其實不太重要 我想玩 你就要買 你要買你就玩吃 即是 它是你一個 一次性的早期投資 即是對於玩家 而且當時 你這樣說的 就好像是說 你的Game 數量其實 是多的 你買一部主機 你會覺得 嘩 很多Game玩 即是你會覺得 嘩 這一次 是痛一次 之後你就可能說 幾年都不用煩 有什麼Game玩 其實你當 就算 可能 我們的聽眾裏面 其實我們選擇 你PS SS 那個年代 最黃金的年代 很多人都是這樣 其實你選擇一部主機 其實 當時的概念 就是你想玩多些3D Game 你買PS 你想買多些2D Game 買SS 我小時候就是 我小時候就是 那個Sales 都是這樣 即是你這個 是一個很基本的concept 當然還有 這個 還有一部N64 N64 是不會有人推介的 是的 是的 我有問這個問題 我小時候 你不需要 那總之就是 兩部機 其實 你選吧 對那幾間廠來說 沒所謂 我賣多少錢 你都要吃的 其實很老實說 我告訴你這部機壞機 你都要壞了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當年的SS和PS 其實他們的讀碟 那個 那個 池頭 池頭 很脆弱的 其實是 我記得我都拆過出來自己做 不是拆出來那麼簡單 是去到後期 大家是要 360度反轉 再反轉這部機 這樣才會讀到碟 你出個人像 是吧 但是你現在試一下 你試一下 現在Export 三項 PS4買回來 有機率進獎 中獎 不能玩 其實少的 其實不少 以他的百分比來說 他出貨的百分比來說 其實是嚴重的 OK 這個我想 我們再之後再講 你見到的 其實主機的問題就是 他現在 已經是買一部 要試一部給你 其實他現在是要什麼 由當時 他不優這個佔有率 到現在他擔心佔有率的問題 他要靠佔有率來爭取 廠方的支持 是的 大家都知道 去到現在這個時期 已經不再講Export 那些 我們之前也講過 大家可以聽到我們以前 講EV的集數裏面 我們也有講過 PS Export V 究竟他有什麼問題 要面對 而且某部分已經是開口中了 尤其是 尤其是飲機 飲機是一極點 那你現在的主機 其實已經是好過什麼 推出那個頭拍 那些人已經是 我說知道你的Hardware 多厲害 因為Hardware的進發 就是必然性 其實不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也都 那些人是不在乎 其實你這部機 多厲害 對我來說是沒有意思 老實說 95% 我可能都比少了 的人來說 他們說 對我來說不重要 我最重要是說 這部機器我想玩 因為沒有實質關係性 你那個平台 那個硬件能力 是跟你開發商 那邊的考慮 對玩家而言是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是 那個 即行業上 大家已經說 你這個Hardware 多厲害 只不過是告訴我 可以給 開發商 我可以提供什麼 遊戲體驗 給我的User 去玩 對一個User來說 浪費了 他就有一部遊戲機 總之他讀到碟 他開到機 我玩到 那就OK 又不算太意外 所以 所以 為何顯身就是 在PS4 推出那一下 那時 我忘記了 好像大概都有 5% 有這個 5-10% 這個壞 多的 他都會不會 一開其實 就已經是 已經是 但是 都還可以說 他出貨率多少 他一開頭那一刻 大概好像 Xbox 1和PS4 我不確定 大概是 聖誕季度 大概是 三百萬部 你三百萬部十元,三十萬部,你會有機會拿東西,其實已經是外國,有看一些消息網那類型的IGN那類的,其實說說,喂,有幾次聖誕當期,這些這樣的期間,我買一部機回去,想要在遊場假期裡面玩一玩,大家也知道,外國的,來這個supermarket的市場有多遠,來這個百貨公司的市場有多遠,都是駕駛車的, 我差點一個多兩個小時車去買一部機回來,再托回家,再測棉個小,告訴你,壞的,然後我又要走一個多兩個小時,拿一部機過去,再拿出來以後,你要說,這部機還要回家,又要不壞多次,你那個粉墓是帶到無法估計的,其實是, 還有,其實它那個物質對比其他同類型的消費品來說,就,不是,就是不是便宜的,對別人來說,所以就是,你那個物質是,是很明顯的。 其實另一個問題在於,你本身,其實Hardware提升了,對本身,他們其實是有負擔的,你要明白,就是說,OK,我知道就是Hardware更厲害了,總之,很簡單, 對本身體來說,就是PS4一定是更厲害了,那很合理,我要看到的就是,PS4的遊戲,我一定要比PSV更漂亮了,那又不一定的, 不是,就是他會有個期望,不是的話,我為何要買一部PS4,就是對我的用者來說,我現在PS4,我想買機了,我看到一隻遊戲, 這隻遊戲的畫面,跟PS3,我看不到分別的,甚至我覺得,喂,差了喔,那又未到差了的, 就是有些會差了的,但是你,可能有隻新爺的遊戲,你看到,哇,第二代,第三代出現了, 然後你看到,畫面,這樣的,怎麼會變的? 那個說法呢,就是,Montan由PlayStation掉了去3DS那邊的說法, 你要明白,這一個是,對那些使用者,對那些使用者來說, 就是,我要去複裕這班這樣的,我稱為, 消費者,消費者的彈簽, 你要令到,畫面質素要高,又要高, 那什麼呢?錢,成本,我開發的成本又高了,其實, 其實,對大部分,我想都佔了九成九的廠商, 其實,你剩下一成是大廠,那些其實, 是,他們都有反感的,其實就是,你出部機出來幹什麼? 你又要改過那個platform? 你出了出來,OK,沒問題,你出了出來,沒問題的, 我覺得,你出了出來,我不在你裏出遊戲, 其實,老實說,你PSV,老實說,對現在來說, 我都覺得,其實他還沒玩夠的,其實他還沒玩夠的, 其實他還沒玩夠的,你出部PS4來托塔, 然後,XBOX1,XBOX都還有少少東西, 因為XBOX1,他要追回PS3的畫面格式, 畫面的Display那個格式, 補充另一件事,其實當年,未說出PS4,未正式宣佈之前,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當時是微軟那邊, 搶先喊的,即是先掛掉PS4, 當年SONY日本高層,大概兩年前, 就請問,你們是不是很喜歡PS4, 當然,PSV可以再戰十年,其實是沒有錯的, 我覺得,起碼打到五年的, 當然,大家三大創新,應該兩大, 為什麼SONY和Microsoft, 會這麼急,突然間被一部主機出來, 就是因為任技師發行, 剛剛好差一年, 當然,事分來說是開玩笑的, 即是他,他知道就是, 其實當年,我們在年幾兩年前, 講EV的時候已經講過了, V能夠跑出的原因, 並不是在於,在他任何技術層面上的任何問題, 是啊,他根本上是一個創意的想法, 令到他能夠站在, 和PS和X4, 他們兩者之間,可以大家平排而坐, 即是,甚至是, 坐高了他們,我們當時說, 看著PS和X4, 看著X4,兩條傻子, 在那裡打他自己, 在那裡按摩腳, 那就是零式戰鬥機的分別, 但是去到現在, 他當然, 他知道就是, V的畫面質素, 大家都知道他根本上是, 他平落在一個PS, 當年, PS2, 都有2的程度, 他知道就是, 到現在, 很多人都追求的就是, 畫面上的視覺效果, 因為尤其是在, Xbox 360, 和PS3, 那一期, 那一刻, 其實是鬥得很厲害, 鬥畫面上, 我會說, 怎樣啊, 我只是覺得畫面很漂亮, 但這隻鏡子不好玩, 還有其實當時, 即是說, 所謂的修成期, 同一部, 其實有些廠商, 譬如, Square Enix, 最主要出就是, HD版, 即是, 將那些, FF舊的東西拿回來玩, 那這樣, 那沒事的, 而就算你現在, 到現在, PS3, 即是手提機那部, 它, TOP5, 那五隻TITLE裡面, 其中一隻, 剛剛好爬第五那隻, 就是剛剛出的, FF10的HD重製,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 你說, 現在其實, 很多的, 即是, 你應該說什麼, 任記其實, 它出, VU, 本身, 不是一件錯的事, 即是, 它有一個升級的必要性, 它有這個必要性, 即是, 對它來講, 任記, 單單是一個升級, 其實是不足夠去, 支撐它, 能夠, 跟這個, 與之抗衡的, PS3, 或者Xbox, 360, 去抗衡這件事, 因為本身就是, 大家, 市場上, 就算連一個, 可能, 賣遊戲的阿叔, 不多, 懂科技的, 都會告訴你, 都知道, 任記在這個技術力的層面上, 是低他們兩個廠商的一層, 其實是, 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很多, 代表就是, 它要投放的資金, 是要比它更加多, 它不會拿到對方那邊的企業, 其實, 最主要說, Viu的大爆死, 死去死, 它是一二年, 十一月開始賣, 對比PS4, 和Xbox One, 他們是一三年年尾, 差了一年, 但是, 人家兩部機, 一個感恩節, 一個聖誕, 那個銷售量, 已經等於, 已經超過了, Viu, 整年的總銷售, 這個問題在於, 其實是, 任記多年來, 它自己, 累積了出現的問題, 首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是主機毒藥, 主機毒藥, 是, 總之, 哪個廠商靠過去, 靠哪個死哪個, 現在, 就算你說, 你說, Mon Hunt, 好賣得嗎? 其實, 它都被它讀了一輪, 它都被讀了一輪, 其實Mon Hunt, 我覺得, 是一個不關, 你不可以計算它進去的, 其實它的基礎都小了, 因為Mon Hunt, 它是Mon Hunt, 它是Mon Hunt, 它版什麼主機都不關事, 但它的基礎都是小了, 比起PST, PS2那期, 其實它都是小了, 我可以講回, 我可以講回Data, 因為其實, 出這集節目, 它是無相同的時候, 我們都會出一些, 資料性的圖表, 給大家看回, 因為, 如果大家參與PST, 上一代的, 手提基礎的PlayStation, 其實它最好賣的, 日本國內的銷量來講, 那五個作品, 你會發覺, 是可以荒謬到, 五個裡面, 有四個都是Mon Hunt來的, 那是可以, 那個荒謬程度, 是去到, 第二位就是Mon Hunt 2G, 第四位呢, 就是2G的廉價版, 那, 然後那個數額呢, 是全部, 那個數額是很大的, 因為它最多是, 四百五十萬, 那它去到, 即是廉價版都, 廉價版都還有一百一十萬, 那, 所以它全部都是, 八萬九百大作, 但是同樣道理, 所以, 它一作這麼Dominate的作品, 它搬了一個淫記, 那, 所以其實它本身的作品, 叫做力救呢, 就是做了, 很多數額已經說過, 你要玩一隻遊戲, 你要出機, 但是, 如果你說對比, 它是3DS, 它那個銷量來講, 是OK的, 是不錯的, 即是, 你不可以補贏, 但是, 對比回去, 它, 它不是一個增長, 你會覺得是, 因為, MH4, MH4, 它現在累積而言, 它是只有三百三十八萬的, 過日銷量, 那, 未超越到, 上代那個, 那樣的誇張, 因為它, 我講的那種, 未超越到, 它是連PSP, 那一代的, 即是Portable的, FreeTry, 那一代都未超越到, 因為那一代是450的, 即是, 它還少了一百萬, 那, 其實你說本身的, 因為你說這三個主, 其實, 這個topic, 其實是很大的, 這個topic, 關聯很深, 其實我覺得, 它, 三大主機箱, 其實, 最大要面對的問題, 其實它是要面對那個手機市場, 其實, 這個是他們, 即是, 你好像說, 同出主機沒有關係, 好像兩個市場是沒有掛勾, 其實是有掛勾的, 他們其實, 最大問題, 本身, 那個掛勾, 第一點在哪裡呢, 第一, 他們, 你大家都可能最明顯看到的, Developer, 在這個主機數量出的遊戲, 是銳減了的, 是, 最明顯是, VU, 沒有遊戲玩, 而, 這個衍生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 那些Developer, 會搜, 第一個問題, 最根本問題, 是錢, 我開發, 即是, 有很多的, Developer, 都說, 我真的給不起錢, 去開發你那種, 你類型的遊戲, 我是, 我是怕, 我會, 我又補充, 插多點, 我可以, 絕對跟大家說, 在VU, 大家玩的遊戲, 的總數, 是比, 單一個月, 日本出的, HGAME數, 是更少, 不要笑, 我聽到, 我聽到, VU, 在日本國內, TITLE, 作品的銷售量, 現在是27隻, 那我可以跟你說, 是每個月, 最後一個星期五, 那個HGAME, 就兩分鐘, 有這個數, 這個, 這個, 其實你見基於, 我開發, 我開發一隻, 3A的遊戲, 它需要的時期, 兩年至三年, 這個時期裏面, 它開發, 還要配合, 這個發行商, 招售的策略, 所有東西的限制, 印碟, 發行, 你要去全世界, 消費季度的問題, 各樣的問題, 我還要, 你這部主機, 其實我是不能夠, 和主機商做一個, 雙贏的局面, 要麼你虧, 要麼我虧, 老實說, 我, 作為一個, 我幫你這部主機, 做一隻3A遊戲, 抬轎, 你抬轎, 你還要做骨折的, 那我好難做的, 鄉二哥, 尤其是, 現在標價, 一隻, 3A遊戲, 說60元美金, 去買一隻, 是很難買得出去的, 貴的, 是貴的, 你要是, 鑑平鑑賤, 你好像說, 怎樣鑑平鑑賤呢, 就是, 膠油, 主機商, 他們, 去, 推出行版, 壓低價錢, 或者, 那些捆綁式的銷售, 但是, 這一個方面, 其實只是幫助, 主機商, 是幫不了遊戲, 幫助銷售, 他, 老實說, 我開發三年, 你要, 找回三年的, 老實說, 能夠做到這件事的, 現在最誇張的是, 最誇張的是, 是Wolf Start, 他賣GTA, 告訴你, 沒有啊, 我燒六億, 不要緊啊, 我賺十幾二十億, 你貸得我賬, 那個level, 那些是特異例子來的, 而, 很多, 所謂現在的VA創生, 是做不到這件事, 老實說, 我都說, 我都擔心虧了, 你還要我幫你抬拳, 你不是啊, 而且, 你說, Xbox One, 和PS4, 都算了, 作為任記你的VU, 你有長期累月, 都在票房裡, 告訴你, 你千年老妖, 西毒的毒物, 西毒不在, 你不要搞他, 你怎麼敢黏你近身啊, 大哥, 老實說, 他最賣的是什麼, Pokemon, 即是他自己的Pokemon, Mon Hunt, 其實, 我不算是VU, 我不拿失敗例子來講, 我拿回3DS來講, 比較喜歡, 其實, 如果他, 他有公佈的, 因為他連到葉, 那裡有講, 你說, 最好的5隻, 其實有3隻, 都是他自己的任記, 分別就是, Pokemon, 動物之心, Mon Hunt 4, Super Mario, Brother 2, 和Mario Kart 7, 那你會見到, 其實, 有3隻都是任記, 即是, 會很回歸任記的特點, 就是他自己出自己的, 這個, 我這一節, 會講完第一, 只是講錢這一點, 那OK, 很重要, 錢這一點, 那OK, 開發一隻, 3A的遊戲, 其實你講的, 投資, 可能, 2000多萬,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美金, 其實, 2000多萬美金, 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其實, 對於, 200萬都沒有的, 首期人來說, 又會是很大件事, 那,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買樓這個問題, 香港人就是這樣, 你, 2000多萬, 就是, 現在, 所有, 才不算, VU, VU, 那個, 成本比較特別的, 你放在PS4, 或者, 你放在這個, X4 One, 或者, 甚至, 你已經, 再次一代, Fee, 還有, 2000多萬, 其實不是一個, 很值得你差異的數字, 那, 沒事的, 等於做動畫, 做動畫, 要八百萬, 而, 你衍生的問題, 就是錢, 那些人就說, OK, 我計成本了, 還有, 那個target base, 手機, 手機, 說回來, 手機其實很簡單, 手機現在, 這個算是說錢, 還是說手機, 開發一隻, 手機系的, VA加, 的遊戲, 一千萬, 做到很多東西, 老實說, 我講完, 講多個數字, 基本入場, 就是, 基本做一隻, 叫做, 有一定資源之下去做的, 手機遊戲, 四百萬, 即是五倍, 四百萬你就可以入場了, 嗯, 當然, 做不做得起, 另一個問題, 但是, 四百萬你可以入場了, 四百萬, 你已經, 當然, 你不要請了那幫好服的人, 那, 你四百萬, 你, 有一定的技術, 人力去做的話, 那隻東西, 做出來的樣子, 還有, 銷售這個, 但是, 至少就是, 我蝕, 我蝕四百萬, 老實說, 對比我蝕二千萬, 我可以死五次, 你會抵抵很多的東西, 你可以, 你可以嘗試, 因為其實, 老實說, 殺斗戰爭, 正正就是, 為何這些東西, 我不講VU, 我現在就要講VU, VU, 即是V, 當年的賣點是什麼呢? 創意, 老實說, 你要我投資二千萬下去, 去搞一個創意, 為何我不分開五次, 我搞五個創意, 放在其他平台上呢? 跟VU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你, 正正就是, 當年, 那些人就是V, V這個, 的, 品牌, 任天堂這個, 這個品牌, 跟你講的就是創意, 你只要有創意放下來的話, 那些人, 在那個type base的人, 會受創意這件事, 不受這個技術層面的限制, 因為其實V,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 很low end, low end的遊戲, 但現在, 手機都是low end的, 其實, 很老實說, 甚至現在手機的, 又low, 不,現在就不會, 現在好一點點, 但你早期那時候, 尤其是, 可能VU初出的時候, 大家low end, 你可能高 end了, 你現在, 但我要, 我要負擔了你現在, 那個畫面質素的東西, 我要全部提升, 就是最主要講的,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 在Netbook那個年代, 就是, 未算是平板電腦流行那個年代, 最主要講的就是, 用一些Atom CPU, 那時候已經說到, 哇, 我們Atom, 它有單核的雙核, 但其實, 實際上, 它的處理能力, 其實只有Platium-3, 那你現在去到平板電腦, 反過來, 都是落後於電腦市場, 那個實際硬件處理, 所以, 其實, 這個, 層面上, 當你VU, 推出的時候, 大家做VU, 只是, 承繼了V, 基本的, 核心的遊戲體驗, 只是推高了, 這個, 畫面質素, 和這個, 主機運算能力, 其實, Gamepad, Gamepad, 對不起, Gamepad, OK, 你用Tap, Tap很威風, 主機用Tap, 真是, 真是, 威風到, 可以Tap, 可以玩Tap的遊戲, 足平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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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要2000萬去搞, 創意足平遊戲, 跟我搞400萬在電腦, 電話上搞, 或者在iPad, 或者其他Android的Tap那裡, 搞的話, 我是不是發算一些, 還要他那個Touch Water, 所以, 不是, 任記第一個人錯的就是, 這個問題, 他打錯了的原因, 就是, 他覺得就是, 一些有, 創意能力, 或者說我有雄心壯志的人, 我不怕讀藥, 我慢讀不侵的, 他覺得自己, 我都會走去VU這個市場, 或者V這個市場, 但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 當我有一個, 成本更加便宜, 我的掣索不是很大, 大家都知道, 任天龍的掣索是很大的, 很煩的, 就是, 他什麼都不行, 當然, 他VU, 他近半年, 他放鬆了很多, 大家都見到很多, 有些踩界的, 色情少少的東西, 他都, 現在都, 受了了, 其實現在都, 所以, 你看到就是, 他們, 很多, 是, 錢, 我又不是很舊, 老實講, 你現在越來成本越來越高, 和我, 建立的每年, 錢, 我不夠了, 我又想搞創意, 我又想讓更多人看到, 當年的一些, 高敦方面, 舊的模式就是, 我只要靠攏主機上, 他幫我做宣傳, 嘩, 這遊戲裡面, 有一個很有創意的遊戲, 你說什麼, 我不明白, 這遊戲裡面很有創意的遊戲, 不是, 這部主機裡面, 有一部很有創意的遊戲, 那, 那, 我不是, 可能說, 有這個宣傳, 但是你現在, 尤其是遊戲中多, 你可以說是,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當你, 失去了這件事, 技術在裡面, 我跟你說的是什麼, 我要多平台, 我最重要的是什麼, 發得散出去, 有幾散, 發得幾散, 有幾多地方可以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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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 而, 現機這些東西, 多平台都是要錢的, 多平台開發多, 是不是要錢, 其實你好像近期的, 近年的, 最流行的, Unity, 這個, 第三方的開發元件, 他做到的就是, 多平台的 output, 這類軟件, 就出現在市場裡面, 很多人就說, 我不需要靠你V, 我要做創意的東西, 而且就是, 在這個市場裡面, 現在, PS和Xbox, 他們都做到V, 它有的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 即將它的創意 copy出來, 就是, 簡單說, PS Move, 其實就死了, 沒有理會, 我之前都說過, 那個不存在的, 有出過什麼, 沒有出過, 神經病, 大家是幻覺, 來的而已, 有人說, PS4的特集, 都有說過, 是不存在的, 在那個, 售價表那裡, 那你, 當他們, 三大主機, 另外, 任天堂以外, 都拿了這種特質的話, 你不再是我唯一的選擇, 而在那個推廣上, 或者, 對那個市場佔有力的層面, 和宣傳上, Xbox和Sony都比你強, 那, 總之這樣, 我為什麼要投資, 在你VU, 大家是不會做, 這幾個層面的事, 那自然, 在錢我, 錢我當然是越少越好, 那, 正正這件事, 所以, 其實現在很多, 你說一些, 就算是A級遊戲製作的, 他們都未必, 是很想再在主機那裡, 再去冒險, 他們不是不想出, 是不想冒險, 因為那個風險實在太大了, 他真的收不回那些錢, 尤其是今年, 其實很多, 很多遊戲的Studio, 其實是, 出完一隻, 可能是, 主機遊戲之後, 其實分分鐘, 他們真的要解散, 因為他們, 就算你, 之前開發過多少厲害的遊戲, 其實不關事, 即是, 未必是關於遊戲的問題, 這個一定有部分責任, 但不是完全關於事, 本身, 三部主機的Cover, 你是Cover不到, 喂, 你贏了我, 我沒有贏的, 大佬, 你是多了一隻遊戲, 你贏了, 我又多了一隻遊戲, 是不是很棒呢, 大一個廠商, 我死了, 但是, 這個就是, 我們會說的就是, 第一點, 錢這個問題, 就是令到, 三大主機, 他不能夠, 在那個, 佔有上, 或者是他那個, 成本上, 可以Cover整個遊戲市場, 舉個例子, 那, 我想, 最爆, 又未算爆死, 但是, 可以, 數字上滿足到的, 大家都可以看回那個圖, 就是, 葛爾塔2, 那, 如果你說, 他PSV, 那個銷量, 是得, 日本國內, 三十七點三萬, 我想, 如果他沒有PSP, 他出那個版本呢, 他真的有機會虧錢, 我覺得, 三十幾萬, 因為, 如果, 三十三萬, 三十七萬, 你覺得, 不一定是一個很小的數, 但是, 如果你用, PS3, 那個立場來講, 如果, 一隻, 叫做OK好賣的遊戲, 這個是單週, 首週的那個銷量, 就不會是累積了幾個月的銷量, 那, 所以, 你會明白那個銷量, 其實是, 是幾低啊, 雖然他已經是PSV最好的那隻, 是啊, 這一節我們在這裡, 那我們下次繼續, 你會更加按照, 你會更加按照,